你真的要走 这里已经没有我容身的地方了 我也没有脸子赖在这里了 是我爹自作主张 找人教训了你 那不是我的意思 我不想杀害你的 许美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这些日子我想了很久 他爱上你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我真是天不送人愿 我只能把这些痛苦往肚子里吞 我只希望你能够好好地照顾自己 照顾好孩子 只要能够听到你们母子平安 我就放心了 冰凤 你不要恨我 逼走你 十万不得已的 其实你走了 我就更孤单 更无助了 雪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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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走吧 雪妹 禀风受伤了 是不是跟他家里的事情有关系啊 雪梅 我知道我只是个穷小子 根本配不上你 禀风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所有的感情 都托付在世红身上了 世红虽然已经接受了你 但是他对若芸的爱丝毫未解 若芸现在又已经跟铁船离了婚 我担心你往后的日子 终究还是要受委屈的 雪梅 你要是受了委屈 一定要让我知道 我会赶回来保护你们母子的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闯出一片天 希望到那个时候 我能够得到你的心 也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负起一个 做父亲的责任好不好 朱禀风 原来你才是孩子的爹 世红 你听我说 我犯下了大错 有没有勇气向你承认 都是我该死 我是怎么对你的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 伤害我的事 世红 你听我说 你闭嘴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跟我说 我到现在才明白 你骗我跟你原房 就是为了掩盖 你和禀风的丑行 世红 你有什么资格骂雪梅啊 你问问你自己 你见过一个做丈夫的责任吗 要是你冷落了雪梅 你不断地伤害雪梅 她会向外寻找未经啊 真正的罪魁祸首 是你一鱼四虹 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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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把她追回来呀 她这个样子怕是要出事的 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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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做傻事 雪梅 我如果掉下去 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什么痛苦都没了 雪梅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会陪着你 陪着你想出解决之道的 解决之道 我现在所有把柄 都在你手上 我望雪梅 只能任由你处置 就算你要杀了我 我也无话可说 雪梅 我真的没有那么想 我现在只是担心你 你担心是瑜伽颜面扫地 你该如何面对 你担心你妈知道真相 该怎么承受 对吗 当你考虑过长久以来 我的感受吗 雪梅 你冷静一点 我承认 我确实是伤害了你 这所有的一切 也都是因我而起的 不应该让你一个人 来背负所有的罪名 你放心 有我在 我会陪着你一起去面对的 就算你能了解我 你妈能吗 我爹呢 所有世俗的眼光呢 没有人会同情我的 在我眼前 只有四路一条 你不要再管我了 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雪梅 你不要那么绝望 你不会为你自己想想 起码也要为你肚子里的 孩子想想 再怎么说 孩子都是无辜的 孩子 让我带着孩子去死 我也不忍心哪 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于是后 我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害我的 我恨你 孩子 不要管妈 不要恨妈 与其让你将来遭日欺世 带不起头来 倒不如 妈带你一起走了吧 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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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管我 雪梅 雪梅 别管我 雪梅 是我欠你太多了 害苦了你 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去面对好吗 你看 你累坏了 有什么事 我们回去再说吧 我爹 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就是他找人打的兵风 我爹是要把兵风逼走 你放心 我会设法劝服你爹他 相信我 过些日子 妈就把屋后的那片房产 过户到你的名下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安安心心的养胎 早日为瑜伽生一个大胖孙子 好 好了 你们俩先歇着吧 我回屋去了 妈 你慢走 妈不明就理 心里难免起义 你这又是何必呢 她这哪是对我好啊 你们都一样 自私 想想你自己吧 多一点怜悯之心 是 世红 我这就回去干活了 兵风 别急着回去 不差这点时间 我有话想要问你 你的心情还苦闷吗 活这么大岁数 没这么苦过 从前一直向往爱情 等她尝到了 才知道滋味是这么的苦涩 这就是人生 我们都要经历这样的成长 才能够蜕变 师父 你对我的宽容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别这么说了 其实 是我害苦了血妹 我李当应该为她承担这些苦果 对了 禀方 我得提醒你 这阵子还是少往家里跑 我妈已经开始对你起疑心了 我是不应该老往于家跑 可是我老想尽点做夫妻的责任 困扰你了 世红 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不过还好 我帮你跟我妈圆了谎 她也就没有多想 只是血妹那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最近和她的关系 一直都很紧张 血妹对我的态度倒是软化了许多 或许她是被我的诚意所感动了吧 她之所以会那么对你 那是因为她没有办法割舍对你的感情 所以我们三个人的关系 也就一直僵在那儿了 其实我也很矛盾 当初为了血妹肚子里的孩子 我真的希望你跟她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可是我又怕我妈知道实情后 她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打击 所以我决定要永远地隐瞒下去 可是禀方 每当我一想起周伯父对我的嘱托 还有她那哀哭的眼神 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她 周伯父一直认为 是自己害苦了若云 所以她要是没有得到我的承诺 将来死都不会瞑目的 你答应周老爷了吗 周伯父他年纪那么大了 又拖着有病的身体来求我 你说我怎么能拒绝她呢 李方 我一直希望 能够保护我曾经所爱的人 但是我也知道铁川她心里的苦 所以要我照顾若云一辈子 我也心甘情愿 我了解 来 若云 若云 爹 若云 回来了 雨萱慢点啊 雨萱 天佑 回来了 世红 这次雨萱的病真是麻烦你了 谢谢啊 伯伯 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 帮这点忙也是应该的 爷爷爷爷 天佑好想你 你抱抱天佑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叔叔抱 爷爷的病刚好 他抱不动你 不 我要爷爷抱 天佑 好了 乖 听妈妈的话 爷爷病刚好 不许胡闹 若云 敢问先扶周伯父进去吧 免得站久了 会累着的 来 走 爹 走吧 来 天佑 那 只要你不吵 叔叔下回来一定给你买糖吃 叔叔 你不能骗我 我怎么会骗你呢 走 谢谢 来 世红 坐坐坐 好 来 世红啊 真的谢谢你 又把我从阎王爷那里拉回来了 伯父 快别这么说了 我和若云还在担心您今天出不了院 赶不上明天的六十大寿 这下可好了 我们可以放心的好好为您庆祝了 我真的很高兴你们能有这份孝心 我这一病啊 让得全家人鸡犬不宁的 我住在医院的时候就想 好了以后 要多一些分担佳绩 不能让若云再这么辛苦下去 还有铁川我也一直挂念着 若云啊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挺好的 世红刚忙铁川接了一笔新的订单 生活上应该没有问题 至于我们 反正在世红家帮忙照顾雪梅 雪梅对我也挺好的 世红啊 多亏了有你 铁川才能振作起来啊 伯父您快别这么说 这只铁川他有这个天分 爹 天不早了 让世红早点回去吧 是啊 世红 那伯父伯母 我就先回去了 明天再过来 跟伯父好好地小酌几杯 好好好 明天我让若云做几道拿手好菜 我们好好地喝几杯 好 那我先走了 跟叔叔再见 叔叔再见 再见 再见 爹 我想去看看天心还有铁川他们两个 好 要去要去 应该去 要是方便的话 能不能让天心来看看我 我可想他了 行 我问问铁川 他应该会答应的 好 走 听用 我们找姐姐去喽 找姐姐去喽 你累坏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回去再说 我爹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就是他找人打的禀风 目的是要把禀风逼走 你放心 我会设法劝服你爹的 相信我 这个孩子留不得 王老爷 我求你 我愿意负起一切的责任 我只求你 别让雪梅拿掉孩子 闭嘴 这没你说话的分 明天就去抓药 这件事要尽快处理 免得夜长梦多 爹 不要 我说拿掉这孩子 是我夏禀风的 孩子跟了我这么久 我已经舍不得他了 其实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二期 我对不起雪梅 也对不起你们 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想我们就应该冷静地处理 求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雪梅 禀风 我想知道 你们两个人有什么想法 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是王 是我该死 我糊涂 但是我愿意负起所有的责任 周伟风 你侵犯雪梅 分明就是心怀不轨 你以为 你娶了雪梅 我汪几百货行 就归你了吗 我汪秦堂 没那么差 王老爷 我绝对不是贪财之人 我也从来不敢冒想 可以娶雪梅为妻 但事已至此 也许是我和雪梅的缘分未了吧 我对您发誓 只要您给我机会 即便是要了我这条命 我都可以照顾好雪梅母子的 痴人双梦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爹 您别再拿禀风出气了 禀风她也够苦的了 我相信她对雪梅是真心的 如果雪梅同意的话 我愿意成全她们 世红啊 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我汪秦堂教女不言 但是不可否认 是你冷落雪梅在先 所以我不想听你说什么 成全不成全的话 你想过没有 这件事一旦闹开 你的母亲 她会多么伤心 多么愤怒啊 不 世红 不 我不要你成全我 我不要你成全我 世红啊 能不能看在我 这样老脸的份上 这件事先不要张扬出去 再给雪梅一次机会好吗 爹 我愿意再给雪梅一点时间 让她想清楚了以后再做决定 好 雪梅 我希望你 不要再去伤害你自己了 孩子的未来 等大家都冷静下来 再做打算吧 就让雪梅 留在家里多待几天 也让她静一静 等把事情理清楚了以后再说 来 好 别哭 别哭 雪梅啊 来 别哭 喝了它 雪梅 为了你的将来 这孩子不能留啊 爹 我舍不得这孩子 雪梅 你如果现在不拿掉这个孩子 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喝了它 听爹的话没错 换做任何一个男人 都不可能接受这个事实的 你只要拿掉这个孩子 趁你还年轻 世红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喝了它 不要 喝了它 喝了 不 不要 爹 你别再逼我了 不然你会后悔的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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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庆堂 你会后悔的 你绝对会后悔一辈子的 玄妹啊 爹没有资格 改变你的想法 该怎么算你自己拿主意吧 但是你要好好想清楚 你往后还怎么继续做 瑜伽的儿媳妇 如果选择错了 就必须要付出代价呀 到那个时候 你也得坚强承受这一切啊 世红啊 爹 我今天到这里来 是想跟你谈谈 雪梅肚子里孩子的事情 爹 你要说的我都明白 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你 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这两天我思前想后 我决定接纳他们母子 除非 雪梅她决定要离开我们瑜伽 世红啊 谢谢你对雪梅的包容啊 可我却有不同的想法啊 世红 你跟我说实话 你现在 对若芸还有感情吗 不瞒您说 我一直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但我失败了 我确实是一个对感情执着 放不下的人 这对雪梅很不公平 但请您相信我 我和若芸绝对没有做出 对不起雪梅的事 我相信你 更相信若芸 但是我担心 雪梅怀了禀方的孩子 那要怎么在你们瑜伽 过下去呢 你们双方都应该仔细想一想 今后的人生该怎么走 是继续彼此折磨 还是彼此放手 让双方都能海阔天空啊 爹 您这么说 是不是对我没有信心啊 我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雪梅 也该为她的错误付出代价 好在 丙峰是真心喜欢雪梅的 把雪梅托付给丙峰 也算是最好的安排了 只是你自己啊 如果你跟若芸真的是情缘未了的话 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 把握这个机会啊 但问题是 雪梅她会接受吗 事情的演变已经由不得她了 世红啊 你替雪梅想得够多了 也该为你自己好好打算了 如今铁川跟若芸已经离婚了 你应该有所行动才是啊 该怎么做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世红 你怎么不进去啊 若芸 我 怎么 有事啊 没事 世红 有什么事能跟我说吗 说出来了 心里也会好受些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是不是又和雪梅闹别扭了 世红 这我倒要劝劝你了 雪梅她现在怀孕了 她身心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情绪难免波动 你就体谅体谅她吗 当爹的不能只坐享其成 你也得吃点苦头才行啊 可是 可是孩子的爹不是我 什么 我说雪梅肚子里的孩子 是禀风的 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 过去禀风 经常为了雪梅的事情 跟我起争执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 世红 我知道 你现在一定很气愤 心里会很难受 可是 禀风她 她这个人你也是了解的 她现在也一定很痛苦 没有办法面对你 你不要太责备她们 还有雪梅 我现在已经不怪她们了 我只希望 事情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 可是我岳父 现在她却要我 成全禀风和雪梅 问题是 雪梅她不会跟我离婚的 还有 要是被我妈知道了 雪梅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我们瑜伽的骨肉 我真的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 那是当然 于伯母肯定承受不了 这样的打击 这个汪老爷是怎么回事啊 他明明知道雪梅爱你 离不开你 可是他偏偏又想出这样的方法 这不是要把雪梅逼上绝路吗 难道 还要这么继续下去吗 要让禀风看着 她心爱的女人 还有她自己的亲身骨肉 去跟另外一个男人共同生活 这对禀风来说 不是太残酷了吗 可是 也许 这就是禀风 该独自承受的苦果 也许吧 因为不能爱 所以每一个人 都必须独自承受 是 若芸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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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老爷 您找我 嗯 坐吧 蝙蜂啊 我想问你 你对雪梅是真心诚意的吗 你愿意娶她为妻吗 我当然愿意娶雪梅为妻 我自己闯得慌 望老爷肯给我负起责任的机会 我感激不尽 只是怕雪梅不答应 朱秉锋 算你还有自知之明 雪梅啊 我这是替你的未来做打算哪 你想啊 你怀着朱秉锋的孩子 这事能瞒多久啊 难道真要等到 事情败露那一天 让你婆婆把你扫地出门吗 你在为谁打算 你真当我不知道啊 我 雪梅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爹 他不会害你的 这是我们汪家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走 我叫你走你听到没有 蝙蝠 雪梅 你果然是爱女心切 你流落在外的女儿 跟她残疾的丈夫离婚了 所以你就要拆散我跟侍红 好让他们有机会双宿双妃是吗 你居然为了外面那个野种 要牺牲我的幸福 到底是我姓王还是他姓王啊 我 你别再打着如意算盘了 我是绝不会跟侍红离婚的 更不会把瑜伽少奶奶的位置 让给她 你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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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弟川哪 王老爷 我的丈母娘已经让我给气跑了 你还来干什么 我不是来看他们的 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行 喝 铁川哪 少喝点酒啊 喝多了容易伤身体 不喝伤心哪 我知道 你能主动提出跟若芸离婚 心里一定很痛苦 干你什么事 你是若芸的谁啊 我早就怀疑你了 一会儿送吃的 一会儿送穿的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你老实跟我说 我 我是看玉芸过得很苦 我想帮帮她 别再瞒我了 若芸的爹已经跟我说了真相了 你 你就是若芸的亲生父亲 是吗 周玉萱她跟你说了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若芸的 如果你是真的觉得亏欠了若芸 你就赶紧让你的宝贝女儿 王雪梅离开世皇 不要再让若芸吃苦受罪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如果若芸得不到幸福 你也休想得到所有人的谅解 来来来 来 我们祝周若芸跟于世红白头偕老 永遇爱河 感恩 来 来 铁川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雪梅 忍情逝时 知进知退 不会让你的美意落空 这也是 我唯一能够帮助若芸的 铁川 来 我敬你 来 来 这就是厨房了 你要做什么自己看着办吧 你先把缸里的水打满吧 来 来 去去吧 来 来 来 我来 老人 人 ích 好 我来 我来 打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 你加点什么呀 盐呢 我真的不明白了 你到底有什么能耐啊 怎么能把我们家少爷迷得团团转的 你还狠心抛弃自己残废的丈夫 就是想嫁进于家做二姨太 你这心肠怎么就这么狠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们老夫人可说了 在于家就算是下人也要家世清白 像你这样乱七八糟的女人想嫁进于家 你呀 就别做梦了 小卷 少奶奶 你这个死丫头 口无遮拦的 若云是我跟大少爷的客人 谁叫你这么没大没小的 雪梅 别生气了 别动了胎气 若云 我跟侍弘是让你来做客的 可不是让你来受气的 别以为有老夫人给你当靠山 我就撵不走你 雪梅 算了 没事的 我来这儿帮忙 只是想回报你和侍弘的恩情 别弄你家里上上下下不愉快 你快出去吧 这儿烟大 别勋着你 一会儿汤做好了 我给你送过去 好 谢谢啊 别以为你充好人 我就会感激你 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看你什么时候露出狐狸一巴 看你什么时候露出狐狸一巴 雪梅 雪梅 我给你炖的鸡汤熬好了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快来 趁热喝了吧 谢谢啊 来 尝尝看喜不喜欢 好香啊 这个糖 若芸 有你陪我 我心里踏实多了 来 太好喝了 味道真好 雪梅 刚才你在厨房帮我解围 但是你不要再责怪小卷了 王后有很多事情我还要跟她学呢 不特别赶 挤走 那个丫头 不长身子光长新眼了 我是该好好说说她了 她要是敢把你欺走了 看我怎么收拾她 若芸 这段时间有你帮我调养身子 我真的觉得精神好多了 雪梅 你刚才帮我说话 真是让我既惊讶又感动 那天在山上 你对我说的那番话 其实 我还真是挺难受的 我以为你还记恨着我 若云 对不起 那天都是我的错 我失去理智了 其实我不是怨你 我是怨我自己 怨我自己抓不住施红的心 结果 我却害你掉了下去 你不知道 我这段日子 我一直觉得 没有办法面对你了 要是让施红知道了 他肯定不会原谅我的 雪梅 听你这么说 我心里这块石头 总算是落地了 所以 我们千万不要 为了这件事情 影响了我们好不容易 恢复的友谊啊 好 好 一言为定 快喝汤吧 别凉了 来 来 雪梅 妈 雪梅 雪梅 我好疼 快上去上去 上开 怎么了 雪梅怎么了 怎么了 我好疼 快快快 坐下坐下 我的胃一阵一阵的痛 怎么回事啊 雪梅 这你怎么样啊 雪梅 好疼啊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这样了呢 我也不知道 妈 我刚才只不过喝了若云端过来的一碗汤 结果 我的胃就疼了 你 你干的好事 说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熬了一碗鸡汤 给雪梅喝了啊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就会胃疼了 她会诬陷你吗 说实话 那个汤里你究竟放了什么东西 亏得雪梅这么信任你 你不知道感恩图报 你还陷害雪梅陷害我的宝贝孙子 是不是 于夫人 于家收留我们一家老小 对我们恩仲如山 我报恩还来不及呢 我 我怎么会陷害雪梅呢 你嘴上说得好听 你当我不知道你安的是什么心吗 你妒忌雪梅怀上侍红的孩子 你想方设法地迷惑我儿子 想进我们于家的门 你还真以为 你现在已经是 于家的二姨娘了 我没有想做于家的二姨娘 于夫人请您相信我 我只想好好地侍候雪梅 让她平安地生下孩子 她为什么会胃疼 我 妈 雪梅 不要紧吧 没事 您别误会了若云 若云是不会害我的 我想 可能是我自己身子弱吧 要不然就是害喜的原因 雪梅 你不需要这么委屈自己 犯得着替她说情吗 滚 快滚哪 别再让惹我媳妇生气 快滚 来来来 快坐下 雪梅啊 要不要紧啊 请和大夫来吧 不用了 妈 我已经好点了 你放心吧 有妈替你看着 不会让那个女人得逞的 不会让那个女人得逞的 还要 快 来来来 看看吧 来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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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啊 来一个吧 来 谢谢啊 来 谢谢啊 让她跳一下吧 朱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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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掌柜又给老夫人送料子来了 你 你怎么回事啊 朱掌柜 我还跟少爷约了 要出去谈事呢 可是少爷不在 是吗 小卷 你先去忙你的 是 薛薇 这是我给孩子 买的一点衣裳和玩具 希望你别嫌弃 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你是存心找我麻烦吗 你别生气嘛 我只想为你和孩子 做点事情罢了 你以后不要 再这么明目张胆 万一被下人们发现 我怎么解释 就这一次 下不为例 侍弘也曾经给孩子买过衣服 但自从他知道真相以后 我已经不指望他再花心思 在这孩子身上了 我多希望怀的这个孩子 是侍弘的 我连做梦都在想 他抱着孩子哄孩子睡觉 都怪我 不能保护你们墓子 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就算我没有福气 接受你的爱 可是你爹都打算 撮合我们俩了 这事早晚瞒不住的 朱掌柜 你不要仗着 世红给你当靠山 你就可以不把我的话当回事 我警告你 该收的账再收不回来 我唯你侍卫 你可以走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老夫人 妈 雪梅 我看朱掌柜挺尽心的 你干什么这么凶他呀 没事的 下人办事不牢靠 我只不过叮嘱他们一下 说他几句而已 妈 我有点累 先回房休息了 好 好 老夫人 少爷来了 没事了 你先下去吧 好 妈 这么晚了还没睡找我有事啊 世红 我觉得丙风和雪梅之间怪怪的 妈 您怎么会这么说话呢 要是给外人听到了 这多不好啊 雪梅是我儿媳妇 我能不知道轻重吗 我只是想提醒您 多看了点自己的媳妇 妈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今天丙风到家里这边来 她跟小卷说 她是跟你约好了要一起去谈试的 真是这样吗 我看她跟雪梅说话的样子 好像她们之间藏着什么私密似的 可是一转眼 雪梅又对丙风大声斥骂起来 把我都看迷糊了 但是直觉告诉我 她们俩之间真的不大对劲 妈 是 昨天我是跟丙风说了 要一块去纺织厂的 但是我一忙起来 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结果丙风找不到我 是吗 妈 您太多心了 怎么说丙风她都是我的得力助手 我们鱼姬抽断装能有今天 她的功劳可不小 上回她就要回老家去 是我硬把她留下来的 妈 您这些话要是让她听到了 那她非走不可了 照你这么说 那我是错怪她了 妈 雪梅啊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没有别的意思 你别往心里去 我遭到的误会 岂止这一桩 受的委屈 又岂止这一见 早就习惯了 雪梅啊 妈 妈是怕你啊 这个个性太强 怕你没长心眼 又太善良 容易上当受骗 所以才叫世红多盯着你 妈 如果您对我有猜疑 往后这个家 我可怎么待啊 雪梅 世红 雪梅啊 你也别再闹别扭了 过去是红氏对不起你 冷落了你 可我已经骂过他了 现如今 你们孩子都已经有了 过去的那些事情 你也就都忘了吧 夫妻之间 贵在相互体谅相互信任 对了 我都已经想好了 过些日子 妈就把屋后的那片房产 过呼到你的名下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安安心心的养胎 早日为瑜伽生下大胖子 是 我爹还在睡觉呢 太阳都已经晒到屁股了 天心的爹 还在偷懒睡觉啊 嗯 啊 你看 我爹连夜刻的弥勒佛 哦 天心这么聪明啊 你也知道这是弥勒佛 这铁砖真是个天才啊 雕刻得微妙微小 是啊 他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了 没想到 他的雕工也是这么的细腻 嗯 于叔叔 我知道你们都在夸我爹 爹说 这个弥勒佛 是要送给老爷过寿的 希望老爷以后 天天都能像弥勒佛一样 开开心心 老爷要是收到这份礼物啊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铁砖 来 禀方叔 禀方叔 来 我爹可以自己走路了 禀方叔 你别管 禀方 世红 铁川 听世红说我还不相信呢 你真的能够站起来走路了 就走那几步 大惊小怪什么 是 铁川 方老板说还有很多买家 想要预定你的木雕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真的呀 难道前面那二十尊 都已经找到买主了 是啊 供不应求啊 方老板说 要征得你的同意 才看继续接单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 没想到老天爷 真的愿意赏我一口饭吃 留我一条生路走啊 铁川 我真的是打心眼里佩服你 只凭着一双手 就能刻出一片天 恭喜你 马上就要熬出头了 可是 我也只有一双手啊 前面那二十尊都还没刻好呢 我怕我承受不了 好 时间不是问题 你的东西是艺术品 跟一般的买卖是不一样的 他们愿意等 天心 你说爹要不要接这个单子啊 当然要了 那我一定全力以赴 那好 我回去后 就给方老板回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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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生意谈完了吧 我们可以出发 去给老爷诸寿了 走 天心 走了 走了 你们去吧 我不去了 我怕我到那边 又会惹得大家不开心 爹 爹 你不去 我也不去了 铁川 一块去嘛 这周老爷再怎么样 也算是鬼门关走了一遭 好不容易 他现在有了点起色 你不去 不又坏了他的兴致吗 老爷一直挂念着你 他听说你能走路了 特别高兴 说是祝寿不就是想见你吗 是啊 今天我和禀风 就是一块过来接你过去的 一起去吧 爹 我去帮你拿衣服 于叔叔 禀风叔叔 你们等我一下 我也要去换件漂亮衣服 去见老爷 好好 好 虽然我不是您的女婿了 可是您永远的是我爹 爹 我给您拜寿 祝您福如东海 寿命南山 好 好 谢谢铁川 来 大家坐 坐坐坐坐 好 来 来 谢老爷 谢谢爹 来 来 世红啊 除了感谢 我真不知道 还能用什么语言表达我此时的心情 你对周家的恩情 我怕是几辈子都还不清 因为有你的不离不弃 我们这一家的人才能活到今天 来 我敬你 谢谢伯父 伯父 您喝慢点 坐 好 老天爷眷顾我 给我留了这条命 让我能亲眼看见 你逐步地复原起来 今天 你终于能站起来了 铁川 你是一条汉子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来 好 爹啊 您一定要长命百岁 日子还长着呢 您要看着我们越来越兴旺 要证明 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好 时隔三日刮目相看啊 你已经不是从前的铁铁川了 来 来 坐 好 来 如云 爹 不 今天你坐 让爹好好地敬你一杯 对 孩子 对于这个家 你付出的最多 牺牲的也最大 同时身为母女 以瞻前顾后 维持这个家的生计 你所承受的 是一个男人都无法承受的艰辛 哭了你了 哭了你了 爹 您别这么说 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您就夸我是个孝顺的女儿 有您这一句话就够了 相信一句话 好人自有好报 来 爹祝福你 谢谢爹 雨萱 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少喝一点 没关系 今天我高兴 来 永峰 来 我来 诺雨萱 雨萱 虽然我们膝下无子 可你看看 听说 我们眼前 这么多位多情仗义的男子汉 他们在保护我们 在帮助我们 来 我们敬大家一杯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祝我们周家从此风调雨顺 免灾免难 干杯 好 干杯 干杯 来来来 咱家冻快 来来来 天心 来来来 吃走 姥姥给你夹这个吃 谢谢姥姥 是啊 天心 吃一点 你最爱吃的鸡翅肠 太好了 麻烦你了 行吧 你们快进去陪姥爷吧 谢谢你啊 禀风 谢什么 走吧 来 慢点儿 若芸 没事 是不是喝醉了 醉了好 醉了 就一醉解千仇了 为什么 现世与梦想会差那么远啊 为什么 人生会有备欢离合 为什么相爱的人 不能在一起啊 若芸 你喝多了 来 我扶你进去歇息 不用 你就让我好好的醉一次吧 周若芸 醉了 我就不是周若芸了 周若芸这一辈子 都没有为自己好好的活过 都没有为自己好好的活过 年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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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父母活 我为父母活 成了青 我就为丈夫活 到现在 我为我的儿女们活 周若芸从来 都没有为自己真正活过一次 没有痛痛快快地哭过 也没有好好地笑过 周若芸她太没有出息了 她不敢爱 她也不敢恨 若芸 若芸 我真的不知道 你心里有这么多的苦 其实啊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恨你 为什么 我恨你为什么不紧紧地抓住我 我恨你 当初 我追你到码头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带我走 如果你带我走了 我们两个 会厮守一生 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生儿 与你 所以 我现在后悔了 若芸 要是时光能够倒流 我一定会好好地把我积回 我一定不会再放掉你的手 铁川 师弘 我带方老板来见你了 铁川兄啊 久仰久仰 您好 您好 屋子简陋 不好意思 您随便坐 方老板 请 好 叔叔 请喝茶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是我这两三年来看到雕刻的最传神的观音佛像 徐徐如生 各有姿态 铁川兄啊 假以时日 你一定会成为众所瞩目大师级的雕刻师傅的 不敢当 方老板 真的要谢谢你 因为你不断地给我勇气和信心 如果不是这样 我真的不能想象 现在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铁川兄啊 其实你真该感谢的是于少爷 是他发掘了你 让你得以发挥你的才华 谢谢 并且大力促成你我相遇 让我有机会认识你这位雕刻奇才呀 不敢当 所以于少爷才是你生命中的贵人 说真话 有这么一位相知相惜 热心相助的好友 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呀 方老板说得是 哪里哪里 方老板 我跟铁川是多年的老友了 我这么做 不过是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方老板 您的话我一定会记住 我一定会珍惜 跟世红这份得来不易的友谊 好 那就不打扰你了 好 过几天 那我就派人来 把这几尊观音佛像给带走 好 铁川兄啊 这是第一笔货款先付给你了 这不太好吧 等货齐了再给也行啊 已经拿来了 你去收下吧 迟早都要给你的 好 就别推辞了 好 谢谢 谢谢 铁川 那我们就先走了 天心 好好照顾你爹哦 知道了 叔叔放心 好 方老板 请 好 告辞了 好 好 再见 慢走 天心 爹 爹 爹成功了 我们有钱了 我们可以不用过贫穷的生活 爹要开始让天心过好日子来 真的吗 嗯 我们可以把天药 妈 姥姥姥爷都接回来了 如云 我看看 烫伤了 我去给你拿烫伤药去 世红 不要麻烦了 不要惊动其他人 爹 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现在 我爹已经康复了 铁川也可以走路了 我对一切都很满足 我不想再节外生枝 破坏了好不容易才换来的平静生活 可是你真的平静吗 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 昨晚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胡言乱语 你别当这样 若云 你知不知道你那些胡言乱语 让我失眠了一整个晚上 我现在才明白 这些年来 大家都把你看得那么完美 而你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高 把所有的责任都承受 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的肩上 所以导致大家都忘了 你其实也是血肉之躯 其实你也有情绪崩溃的一天 若云 你真的承受得太多了 或许吧 若云 你过得太辛苦了 师父 我昨天真的是喝多了酒 忽言乱语 如果有什么伤害到你的地方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若云 说出来是对的 你一直将自己囚禁在牢房里 是该还他自由的时候了 你知道吗 每当我看到你笑的时候 我也会跟着笑 我看到你快乐 我也就更快乐 我多么希望你的未来 没有痛苦 没有悲伤 世红 你的这份情我懂 如果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会勇敢地接受 绝不再逃避了 可是 我也绝不敢奢求命运以外的幸福 你说 若云 这不是奢望 这是你应得的 是 你们